老师,祝你教师节快乐 嗯,快乐快乐 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嗯,健康健康 水净水净,这世上最帅的人是谁 那当然是小梅鲁啦 诶,等会儿,咱们中间好像混进来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宫警,你又不是我学生,怕来到什么乱 我是特意来拜师的,麻烦你将那句口头禅稍微改一下 哪一句 就是那句,卧龙凤厨,得意可安天下 您受累,把我也加进去 宫警,你中毒了吧,怎么进说胡话呢 奇怪,这小乔也没妙毒症啊 就是,你什么咖位,凭什么和我们一个档次 我也是才高八斗,怎么就不够档次了 叫死人,八个恶斗又能砸地,凌成以任何数都是零 封厨,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 那啥,反正那大碗贼也不散 宫警,不同人不同命 相同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人结果都不一样 比如新娘这个词,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媳妇 但对于吕布来说那就是后吗 没错,娘炮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娘娘腔 但对于吕布来说 诸侯,视频不想过审了是吗 你的意思是,只有他俩得意可安天下 不光得意,拖衣也不一样 比如学祖拖衣可把马操顶住 而曹操拖衣他就只能跑路 貂蝉拖衣可想吕布 你也足口,吕布挖你们家足粉了 sorry,所以说 诶,刚说到哪儿来着 貂蝉拖衣 啊对,你不要插嘴哈 貂蝉拖衣可想吕布 小小刘 行了行了,水晶老师果然为人是表 真是百年之物人 你会说话吗,那叫百年数人 没错,咱们老师陶礼满天下 是夏自成熙的那个陶礼吗 是的,没错 二位学长,陶礼是谁呀 不造了,可能是师娘吧 哦 都给我滚 主公,你说咱有两个军师是不是多了 确实有点奢侈 格亮,你的意思是 你要告老还乡重新攻给于南洋 主公,你这耳朵大确实是有道理的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 我啥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我加入的时候你啥都没有 我那可以说是张飞入洞房 雪中送炭 凤厨子算什么 顶多是给米粉上坟,锦上添花 我俩选谁留下来 你心里没点数吗 花是有点道理 但凤厨毕竟没做什么措施 要开除他说不过去呀 笑死人 八个恶斗又能咋地 灵天以任何数都是灵 凤厨,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 怕啥 反正那大尔贼也不在 妈的 现在就让财务给他算公司 主公稍完勿躁 我有一计 既可以解决凤厨 又不用给他工资 还能帮你赚个西川 不好意思 刚刚我对你的态度有点差 刚刚你说要去西川 那可是我老表刘章的地盘 我出师无名啊 咱们先让刘章弄死凤厨 不就有理由去弄刘章了吗 问题是刘章怎么会无缘无故弄死凤厨呢 你不是刚生了恶斗吗 待我修书一封 让凤厨给刘章送一张洗铁去 真的假的 一张洗铁就能让刘章弄凤厨 那当然 不然还等着你先弄他吗 只剩下第五集 多如年的